今天就来到了兴灵桥这里 也就是兵灵的兴灵桥 然后今天就刚好是接九王爷的第一天 很荣幸就是有联络到兵灵二条路的斗姆宫 就是很有幸的可以参加他们的接神的仪式 不过等一下呢是只允许李氏进入啦 所以等一下怎么样接那个画面可能没有拍到 我第一次过来兵灵就参与着九王爷的这个庆典 然后也跟你们记录一下兵灵这里到底是怎么样接九王爷 因为毕竟兵灵这里是九王爷信仰第一浓厚的地方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来看看啦 如果你们想看更多未公开影片的话 可以在下面点订阅顺便按铃铛过后 可以在上面的加入键点下去 每一个月十块钱可以随时取消订阅 如果你是iOS用户的话 可以等到片尾画面出现了过后 在这个方格点击加入会员哦 其实第一个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刚刚哦 人进来这里的时候啊 他们这边的居民帮忙洗地 其实这边啊有一个风俗 就是九王爷要来的时候 他们会把这个地上给洗干净 我们讲洗路啊 这个是我没有看过的啦 真的很虔诚他们 所以等一下这里就是街神的地方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讲九王爷是从海上来的 因为哦有根据一些这个鸿门天地会的传说啦 也是有关系到的 之前的影片就有讲到就是九王爷跟这个鸿门天地会反清复明的这个系统是有关系 虽然讲北马兵任这里啊他们是以九卫星军作为代表 但是他们也是有这个鸿门天地会的这个系统呢 里面就是所谓的内电啊内电的九王爷 OK为什么从海上来 第一就是我所讲过的 很多大佬是从这个海上这样坐船来 所以他们从海上接 而第二呢就是关系到这个百定香炉的传说 传说啦 很多间九王爷庙他们一发迹的时候啊 就是受到九王爷指示 从海那边等 结果等了一个香炉这样子飘过来 这个是一个很玄奇的传说 但是现在就已经没有了啦 现在的话他们是以请水的方式来去请九王爷 这个是已经是一个很公开的秘密来的 用了解住 那时候还 besser 传统员盒 所以我现在喜欢好温暖的秘密也 sick 我们喜欢云冷卦的族 可以适应我先追选中最大的一段吧 就是但是我现在已经自由的手机 现在你们的按钮 inhigen-5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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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开 durante 就是他们站在这个码头这里 就是街九王爷 因为呢就是有跟这个庙的理事会 他们的Facebook有联络过 就是讲可以的话就是如果讲 我们不是理事 我们就不要进到这个街神的范围 我们也是尊重啦 不过我们也是在这个角度 我们就看到其实他们的街神理事 我刚刚所看到的非常的虔诚 然后也有道士啊那些 在南马是看不到这种场景的啦 而且我看到每一个菜友每一个师傅 他们的身上都是有一股蛊龙血的味道 就代表他们真的是很干净很干净了 所以在Binning这里对九王爷的信仰是很虔诚 因为毕竟在北马区是马来西亚九王大地 信仰的第一个着陆点 就是在北马 所以可能他们九王信仰里面 他们的灾界会比较严格一点 现在九王爷已经顺利的降临了 已经被请上来了啦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他们的这一个保密工作 也是非常的严格 就是按照了这个规矩来走 对 你在外面的坐着 那些坐着 那些坐着 好 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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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就要去他的这个庙里面 就是二条路的斗姆宫 我们进去 我们也是来记录一下九王爷进宫 圣驾进宫 其实这个九王爷庙很进来了 所以我们就比较快到 再加上外面又塞车的关系 所以我们是走了short cut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二条路的九王爷庙 然后我们就要等这个九王爷圣驾进宫 可是你们敢相信吗 在北马这里街深完全没有人 不是因为COVID的关系 我有听当地人有讲 街深其实没有什么人来的 把这个送神很多人来 就连庙里是都有这样讲比较小规模 而最后一天就比较大规模 也就是出酒的时候 应该是可能送神的时候就是同时把这个不好的东西给送掉 可是在我们南马那边哦 街深送神一样很多人 尤其是街深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热闹 如果你们有看过以前的影片的话 这里就是二条路九王爷的真店 趁现在九王爷还没有回来 我们就来参观参观一下啦 这个就是二条路九王爷的大店 然后其实楼上就是九王店 但是就理事有跟我们讲啦 九王爷还没有回来之前就不要上去 这个就是大店啦 大店供奉的就五尊神 然后在这里就看到很多老金生啦 其实这前面五尊金生哦 都跟刚刚中间的神龛有对应 可能这些就是一开始的开击金生啦 然后这一个就是读书人拜的这个 葵斗星君 这个就是葵星剃斗 其实哦 你们看大店中间这边很特别 因为我们在南马 我们所看到的中间祖殿 一定是坐着三位太子 金扎那扎木扎啦 可是在宾宁这里啊 中间祖殿他们多数所供奉的神明啊 有两个 一个就是田都元帅 他们也有叫田府元帅啦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 姓宏广泽尊王 槟城人对于姓宏的信仰也是蛮浓烈 因为槟城很多福建人 信仰也是在这个福建那边发迹的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就要等九王爷进攻 进攻了过后 等他们安放好了 我们再来看上面的九王殿 圣德殿 就是他学生的 你现在的地段 到一天 了 末论 圣诞 从那边发运 大手 大手 杀 洛全 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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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九王爷已经进攻了 然后我是等下来上去 因为他们也是叫凤香做一点这个进攻的仪式 所以等一切的仪式弄完了过后 我再来上去给你们看看 是他们这边的九王爷的圣德店 看他这边很严格 代孝怀孕请勿上楼 这个就是关系到他们的习俗 因为代孝跟怀孕就比较有一点 你们懂了 所以就不可以上去这个圣洁的九王殿 所以我们现在就上去上面看龙边上去 龙门金虎门处 这是传统庙宇的这一个规矩 上到来这里 中间大殿就是九王爷庙肯定会有的 就是斗姆援军 斗姆天村 旁边两边就是分别是 北斗新军跟南斗新军 其实为什么要讲很多斗姆公 都会有配置斗姆援军 并不是因为他的名字 斗姆 然后才配置 因为九王爷在道教里面的讲法 就是一个北斗七星 我们也可以叫北斗九星 道教的新朔都有一个最大的主宰 也就是他的母亲 母亲就是这个斗姆援军 众新朔之母 斗姆援军 然后旁边这两个北斗新军跟南斗新军 他是有掌管着生死 我们有一个讲法叫做北斗住死 南斗住生 在道教里面 离斗就是给自己祈福 为什么人家讲九王爷很灵 因为九王爷他也是有关系到斗里斗朔 所以九王爷算是一个有求必应的神 祈福是相当的灵验 然后这边就是九王爷的内殿圣德殿 一般上我们有讲内殿是不可以进 因为内殿是属于九王爷的地方 所以内殿这个部分 如果你是身体不干净了 又或者是你不是庙里面的指定的人 菜友或贪污人员的话 你是不可以进来这里 真的是很荣幸可以参与到 冰山二条路斗姆工的这个九王爷庆典 就看他们怎么样去接九王爷 真的是大开眼界 因为第一次来冰山拍摄九王爷庆典 当然在接下来这一段日子 会拍更多关系到冰山九王爷庆典 然后大家就守住我的YouTube 订阅起来 很赞